你还没想到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你去苏迈 没有找到小佳 那怎么办 总得试试 那去多久 还不知道 请知识 那我该不该等你呢 你知道的 如果你说 让我等你的话 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小飞 别等我了 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什么时候走 明天 也就是说今天结束了 我们就彻底结束了 好 现在是下午时间六点 距离今天结束还要六个小时 你男朋友的身份 最后再陪我到今天结束吧 最后再陪我到今天结束吧 小飞 我 前方到站是石灵路西边 请您从后门下车 小飞 我 前方到站是石灵路西边 我们下车吧 这儿真好啊 一点也没变 还是这么漂亮 秦芝芝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最喜欢哪儿吗 就是这儿 等到我后来长大了一点 有了属于少女的浪漫幻想 我幻想的场景还是这儿 今天我幻想的地方成了现实 妈 她为什么 这么浪漫的气氛 你能不能别说 这些煞风景的话 妈 行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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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手 抬起来 这样还差不多 宋漫的星星 是什么样的 大部分的时候 跟现在差不多了 偶尔有几天天气极好 晚上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星星 很凉 就像银河洒下来一样 真美好 你说的 我都想去看看 那里冬天冷 夏天热 你会不适应呢 行之旨 说好了要好好道个别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好 好 以后出门的时候 带点衣服 尤其是秋冬 把膝盖保护好 还有以前腰伤的位置 注意保暖 别着凉了 如果时间久了不注意 老了以后会落下病根的 两个人太熟了的坏处就是 想浪漫的时候 怎么也浪漫不起来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太唠叨了 是唠叨 不过 以后想听也听不到 你怎么可能看起来 说好了六个小时 现在时间马上到了 沈芝芝 我今天晚上特别开心 如果说给你这个男朋友打个分 我求她九十九份 还差一份 你那会儿说要求婚给我准备的戒指 你戴了吗 没有 行吧 挺可惜的 本来还想着当做礼物纪念呢 那剩下这一份 就留一个吻送给你吧 每一瞬到永久 为你保留 想帮你走 今晚再借我 等到十二点 就走吧 请不吝点赞 好 我会请不吝点赞 让你来逛了 我们去休息一下 我们家一窖 我们是非未来的 我偶尔 女人 你们在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精妙 那边 怎么这么笨啊 小老师干净的 里头有劲 秦肖肥 能听到吗 喂 秦肥 秦肖肥 喜好不好吗 能 能听到 你看啊 这儿的星星好亮啊 很美 你能看到吗 我看不太到 你那里信号好像不太好 看都是 先秦肥 你能给我看看你吗 好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没什么 就好久都没见到你笑了 是啊 那你就多看一会儿 我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 那你就陪我多看会儿星星吧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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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好的 秦肖肥 我能感受到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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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能鼓足勇气 轻声说想你 你好你 想你轻怪我 我信你 想到你 感受我心跳 银合着你频率 想着你我的心我 决定 小飞 反正 哦 eg durum 好意思 不用钱 吓到你了吧 姑娘 没碰着吧 没事 姑娘坐着这么久 是等人吗 那能让你跑那么远的事 先算人吧 对 这可不像话 哪有男生让女生等这么久的 没关系 我是来道歉的 道歉要有诚意 等多久都行 道歉 高吴医生 这个办法可行吗 该试的办法我们都试过了 去苏曼可能是最后一个方法 不管可不可行 我们都得试一试 希望这些假片能帮到你 凯文 先知识 如果你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谎言 你会原谅我吗 晓晓 你说 行之纸如果知道真相的话 会不会一切都打回原形 谎言总有被戳穿的时候 有自己戳穿 总比别人戳穿来得好 而且你要相信格物啊 现在行之纸的一切行为 都说明他是真的 由内而外的好转了 谁 祝我好运吧 晓晓 祝您好运 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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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找遍了什么书班都没有找到你 傻瓜 我没事的 我不是好好地在着你吗 因为我是注定 不是擦肩 我只想留在你的身边 我的爱 只愿为你不顾一切 在一次 在一次多几分 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 下给我吧 因我是注定 不是擦肩 我自己的心 握手 多久 我再次想一念 你不愿意 我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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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快 优优独播剧场——YK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他可能真的回不来了 菲 你要坚强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胡海 多云 可恶说 记日记对我的病情有帮助 但好几天了 我 我依旧没感受到什么 我还是决定去苏玛 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 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想还小斐一个完整的自己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苏玛的天气很好 虽然和五年前相比 已是物是人非 但和平的景象总是好的 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吧 小斐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今天很高兴 见到了故人 得到了小家的线索 感受能力似乎恢复了一些 行 或许小家还活着 小斐 我的运气不算太坏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苏玛的食物味道没变 开始吃起来怪怪的 但又觉得味道很特别 小斐 有机会想带你来尝尝 二零二四年一月八日 住在凯文这儿 经常让我回想起五年前的 使过 偶尔我也会帮忙 参与这里的意料援助工作 小斐 我感觉我的心 在一点一点地变得充盈起来 我觉得我在慢慢好起来 小斐 我想你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 苏玛 琴 恢复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好 小斐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小斐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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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家 不出租 但可以免费结束 去外面风景挺好的 过山林干吗 去外面什么都没有 你神神秘秘地干吗呀 听起来 俊菲 俊菲 行政制 你们家给我着火了 怎么办 小心啊 我看看还是要检查一下 您家的火星警告有没有问题 好啊 你干吗呀 微信 为什么信 微信通过了我的杂 dazu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称呼大姐对的吗 以前不是 那现在是 你醒了 门口的照片喜不喜欢 以后你每天进出门 都能看到我的脸 肯定心情愉悦一整天 你这些叫擅闯明志 还小心我帮我去抓你 唐明志没有什么 你说的 好吃吧好吃吧 你以前追别人也这样吗 我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买回来 给你放在这儿的 那不叫心意吗 重点不是你买的还是你做的 而是你骗我 你让我陪你谈恋爱 不就是想证明你没输吗 那谈恋爱是分输赢的吗 你可真黏人哪 我不想帮你走 乖 很快就回来了啊 大晚上不睡觉干吗呢 半夜拨鸡蛋壳玩 他就没啥手自拍了 做一些以前经常做的事 安心点 好 那我陪你 动摇着 和解择 冷血 都永久 为你保留 最初的悸痛 陈志生知道吗 他们都说我在自欺欺人 是不应该放弃 可我怎么放得下 我们纠缠一点 就能在苏曼见面 就这样那么一点 谢谢 我就是你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他们都说你回不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所以我就一直等你 今天终于回来了 小飞 我好想你啊 想这是 是 回来 小飞 当感觉不停为你牵连 全世界都沦陷 迈航 只想留在你的身边 你到底 你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就才会呢 傻瓜 我没事 傻瓜 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再一次 躲几遍 制造永远 你我是注定 不是擦肩